戴口罩 穿著橘紅色外套的平頭男 被兩名男子抓住還想掙扎 結果被推到茶水間內 原來他涉嫌偷拍 看似正常的寶特瓶 底部卻裝了一個攝影機 嫌犯就把瓶子 放在公共廁所內 被害女子進去廁所 發現又異壯 跑出來報警求救 我好好的工作 算要這樣子 我還沒看到 那我有辦法吃下去 當然是沒辦法 沒辦法 這沒辦法 來 再一遍 偷拍狼發現事態嚴重 想跟避害人和解 但已經來不及了 昨天跨年 不少民眾聚集在大稻埕 沒想到卻有嫌犯 盯上這種公共廁所 來進行偷拍 如果附近有奇怪的人 我可能會避害那個廁所 我就不會進去 我覺得這還滿惡劣的 還是要特別看一下這樣 大家要自己注意安全 事發在31號晚間 台北大稻埕碼頭 涉案的朱信男子是物流業司機 稱看到一名女子很漂亮 才會偷拍 警方後續在她的手機內 查獲被害人影像 以妨害性隱私罪送辦 經警方到場檢視攝影機內容 確認違法行為後 將該男子立即逮捕 公共場所都可能被偷拍色狼鎖定 如廁前還是得多留意 你沒注意的第三隻眼 恐怕就在身邊盯著你 三地新聞到陳林均 台北早報道